有個小朋友在四歲的階段都平定為自閉傾向 但十年前還未知道高能力的自閉症 所以一直都沒有理會 但很開心可以接觸到這個課程 原來自己兒子的問題在哪裏 因為現在踏入青春期的時候 他高能力的小朋友 原來是面對很多事情他處理不了 在這個課程中學到很多怎樣去幫他處理很多事情 一直以為是他自己不去懂 不學的 為什麼我教育你都不懂 原來他的能力是做不到 還有人際的溝通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那你是哪個部門的 我是燃止治療的 很全面 因為有時候你很多時候去跟 正如Rolanda說 你去跟一些外面跟一些治療 只不過是一個星期一次 或是一個月一次 真的不夠 是完全由家長在家裏 帶動他很多事情 而且我看完課程 我已經知道 我小時候所負過的努力是沒有錯 因為我和他那套 我在家裏自己教 足足教了他十年 所以令到他現在的能力 可以去到高能力 但問題是 我們是留意不到他的社交方面 欠缺了這樣 你覺得這個課程 要不應該繼續推廣 應該的 你會不會去介紹給同事和家長 去上課程 會的 因為真的很大幫助 自己本身是一個精神科護士 過往五日 你已經上過五日課 對於你而言 有沒有得著 其實五日課的內容很豐富 透過講者的教導 其實都讓一些專業的人士 在當中都學了很多事情 那你覺得這個過程 夠不夠全面呢 你覺得這個過程 其實很全面 因為包括一些很簡單的 就是孩子的起居 他的社交 他的治理 在各方面都很細緻 其實都可以 我相信都可以給到一些家長 其實就是很切身的 切身處地 他們是可以 學到的東西 他們是可以應用到 在他們的生活裏面 完成這個課程之後 我感覺到 其實這個課程是很需要去推廣 其實專業人士 如果學了之後 就應該是推廣給 有這方面的孩子的父母 去上這個課程 其實透過這個課程 那些父母是得到 一些技巧之餘 是得到一個信心和盼望 而專業人士方面 我覺得他們都可以 透過這個課程 其實更加了解 什麼叫自閉症 可能從書本裏面 學很多 但是在實際的經驗 和實際的經歷 都比較缺乏 如果透過一個 切身處地 一個媽媽 去講回她自己 活生生的經歷 活生生 教導孩子的過程 其實都可以給專業人士 一些反省 和體驗 內容裏面 有些歌曲 其實是很好 那些歌曲 如果父母將來聽到 其實都是一種鼓勵 不斷有些歌曲 自己播放的時候 不斷有來自 一些力量的鼓勵 其實這個都很重要 這個課程 是很用情的 看到講者 有一種感情 那種感情 是非一般專業人士 在訓練裏面可以給到的 因為我之前已經看了一本書 我覺得 再重溫書本上的內容 還有再多些例子 還有再提醒自己的技巧 還有一些教學的東西 還有一些實際的進步 很高興 看到這些人 原來小朋友可以有這麼好的進步 還有我以前 我現在做成人 我經常都想 其實在小時候 跟他教是相差很遠 進來中心的話 我們是大為照顧 真的相差很遠 還有一些行為已經很難去改 所以是從小開始教 還有家教是很重要的 看上來都很全面 因為是一些技巧 還有一些實際例子 都很清晰 但可能就是要 可能不認識的人 要吸收 可能要再做多些時間 因為要多些實習 不實習就等於沒有 鼓勵家長做多些實習 是 前線工作者也配合他做多些實習 是的 你覺得這個計劃 在社會上需要繼續推廣 還有在你自己本人 你會不會去介紹一些工作人員 或者是父母去聽這個過程 都需要 因為都很少 由家長去做訓練為主 大多都是放在中心 或者是宿舍 留意工作人員去做 家居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 讓家長看看 他們最知道自己的子女是怎樣 看著他們的進步 看著他們的行為改善 是會更實質的 其他的社工 或者其他專業人士 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覺得 因為有些囊都很豐富 而且也是一個重溫 還有一些 再反省一些 可能要配合家庭去做 作為一個前線工作者 你會不會介紹這個過程給家長 我也在想 我也會的 其實因為我做成人 如果是小朋友那些 更加會想去介紹 因為我也少接觸成人 小朋友那些家庭 但如果我認識 我一定會介紹他們 來去學 去試 會好些 從小開始教好很多 好